反對世貿示威終於爆發騷亂 近千個示威者包括南韓農民 昨晚衝破警方在灣仔告示打到的防線 和防暴警察爆發激烈的衝突 警方多次施放大量胡椒噴霧和催淚彈 又射水炮驅趕示威者 雙方都有人受傷 為了控制場面 警方將灣仔區封鎖 為了控制失控的場面 警方開始在昨晚時分 在三處地方 先後施放最少十枚催淚彈 現場一片白煙蒙蒙 嘗試驅散人群 由於場面失控 示威人士用鐵欄做武器 嘗試衝破警方的防線 結果警方要私放催淚彈 嘗試驅散人群 場面一片混亂 受到催淚彈的影響 不少人眼淚直流 要用水洗眼 也有示威者受傷 需要即場進行治療 採索想救護車 示威者受到催淚彈的影響 不斷向後退 小採訪的傳媒都受到催淚彈波及 也有無辜的市民受驚不知所措 要由警方人員扶離現場 Apparently she was able to take that out of the video 最大部分 所不同都是 警方戴上俗稱珠嘴的面罩 加上防暴盾的支援 警方防线步步向前进 将防线推前 其实第一批催泪弹 警方由傍晚开始 在杜鲁制度和菲林明度私放 企图控制场面 之后再在中环广场私扩催泪弹 现场充满白烟 警方同时射出水柱 反世贸的示威者 在湾仔多处地方 与警方发生冲突 示威者一度企同冲入会展 希望会议的场地 林泰基布达 冲突由下午开始 入夜之后进一步升级 湾仔华越大海外 大批示威者冲击警方防线 方使用胡椒噴布阻止他们前进 要守住通向会展世贸的这一路防线 示威者就戴上眼罩和用布保护自己 又用其次拍打警员还击 另外在菲林明度和港湾道附近 也有示威者和警员对视 警方捉起人墙一步步走前 企图逼示威者后退 而示威者就高叫反世贸的口号 在道路之道也有冲击事件 警员用警棍推广示威者 还吹记者退后 由于受到风路影响 平时在介约非常热闹的铜锣湾 大部分商铺都落闸不做生意 不过不少市民就仍然趁这个难得的机会 在电车路拍照留念 去超永波多 铜锣湾和湾仔一带实施风路之后 平时经常出现人车增路的 宜祸街和坚尼斯道一带 就剩下市民在马路上拍照留念 虽然部分道路上可以行车 但是见得最多的都是警车和救护车 路面的交通瘫痪 市民就唯有选择搭地铁 不过为了配合警方的行动 地铁都实施了特别的交通安排 为选择警方行动 列车将不停湾仔站 前往湾仔一带的乘客 正在更多黄河湾站下车 各位乘客请注意 为了配合警方的行动 港岛线的列车服务将有以下更改 所有港岛线的乘客将 不会在湾仔站停站上落乘客 请请注意 警方都呼吁大家 尽可能被面前往湾仔一带 由于地铁已经宣布了 所有港岛线的列车 是不会停金钟站 加上多条巴士线 也都不会经洪水过海 所以今天在地铁里等车的乘客 是比平时的周末多的 有乘客说 虽然这个安排对他们构成不变 但都表示理解 太夸张 因为其实我还没在湾仔那边 我打在铜锣湾 我见上面的市民就很旁忙 因为他们不知道 新闻是怎样 知道消息怎样 他们只知道 不知道达什么车 刚刚我下来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地铁其实有风度 但你说是否很紧张 我就觉得不很紧张 但你说地铁的指示是否足够 我到这里就足够了 但你说我是在三级之路 它是地铁 但上面是不足够 那些人就是 现在有车门乘客 地铁就驾驶职员 在站内协作乘客 而警方也都加强 在地铁站的保安 香港风行电视记者 许超永波道 在冲突之中 至少有40人受伤 主要是示威者和警员 当中包括旅警 他们分别送到湾仔 绿敦寺医院 东区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 观众言不得 伤者分别被送到 去玛丽医院和绿敦寺医院 接受救治 绿敦寺医院实施灾难事故应变 有设立专区负责处理 今次骚乱事件中的伤者 也都设立临时生化物间隔房 为受催泪弹 和胡椒拼毛所伤的伤者 进行初步处理 伤者包括一名女警 她先在救护车内休息 接着就由救护人员 送入医院治理 警务处处长李明桂说 事件中有五名警察受伤 当中包括四名男警 以及一名女警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 关仲言报道 反世贸家示威者 在湾仔区内多处地点 与警方爆发冲突 其中在道路之道 有示威者就企图推倒警车 警方一度要施放吹雷弹 何伊伦布达 替示威者由维远出发之后 去到落黑道突然偏离原本的路线 警方就在道路之道用警车栏接班示威者 示威者不满被警方阻拦 与警方爆发冲突 他们不断用木棍敲打警察 又企图推倒 冷截他们那辆警车 警方要施放吹雷弹 现场不断露烟 另一批跟警方推撞的示威者 警方就不断向他们噴胡椒噴霧 阻止他们突然 示威者跋低向警方继续推进 更加将警方布防的铁马执起 企图攻击警方 警方只是继续使用胡椒噴霧阻止示威者 突然间有示威者从后用气体灭火筒 向警方 令到现场更加混乱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何伊伦报导 保安局局长李小光说 由于湾仔区多处地点都爆发警方和反世贸示威者的冲突 他呼吁所有市民在安全的情况下立即离开湾仔区 警方将会采取果断的行动 控制场面 林蕴明不得 由于受到南韩农民的冲突事件升级影响 保安局局长李小光在今晚七点钟发表紧急呼吁 强调警方并不是软弱 而且有足够的警力和示威者对视 过往几天警方采取了很克制很容忍的态度 去配合示威者表达他们的意见 但是不代表我们的警方是软弱 我可以向香港市民保证 我们香港警队是有完全有能力和有决心 可以控制这个场面 为恢复香港的安利和秩序 警方将会采取很果断的行动 去制止这些暴力行动 李小光更呼吁市民立刻离开湾仔区 呼吁香港市民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去湾仔区 如果你们已经在湾仔的时候 请你立即离开 我都在这里向香港 全香港的家长或者你们香港市民呼吁 如果你们是有亲戚有子女在湾仔的 你请他们立刻离开 立刻离开 他不肯透露有关行动详情 只是提醒市民尽快离开现场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林稳明报导 而在湾仔的示威区 较早之前一批反世贸的南韩农民 就一度和警方爆发冲突 示威者冲击警方的防线 警方发射水炮 和用胡椒噴霧驱赶示威者 有林忠义报导 几百名南韩天主教陆民 冲击警方在洪卿道的防线 示威者派人爬上栏杆 往上成索 有的龙民就正面冲击 警方爬在石墩之间的防线 并用其次的触光和拳脚 踢打警方的盾牌 警员向示威者喷胡椒噴霧 并向示威者揮动警棍还击 期间示威者成功将一柄欄杆拉倒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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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敵期間有示威者頭部流血 這麼大流血 示威者稍微回氣之後 再次衝擊警方的防線 在石頭上的警員 繼續向示威者噴容量較大的胡椒噴霧 更出動水炮射向示威者 在場採訪的記者也被射中 武人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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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官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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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林忠儀報道